而谁说长者是现代科技的绝缘体 光复乐林中心和老人会 体验科技教育学习的乐趣 从7月份开始结合了光复制造教育科技中心 开办一系列生活科技研习课程 那么今天设计独特的浮水印 并且结合书前创作 让乐林长者们也吹起了文清风快乐学习 用手机拍摄记录制作浮水印的过程 长者说才不会忘记 因为看似简单的浮水印 实际下海操作起来却不简单 不简单哦 有什么不简单 那个圈子沾到水就破掉了 大家做这个都很紧张 做得多欢喜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会紧张 给你看 因为刚才在做这个的过程会破掉 那这个过的过程你抓起来的时候 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仅是走文清风 从雷切组装投石器 昨天学做桌上迷你吸尘器 到今天艺术创作自己设计书签 长者们透过生活科技的应用 实作与体验 让光复乐林中心老人会的长者们 学会应用现代生活科技的知识与工具 创造生活学习乐趣 很多讲不清 我们在盖会里面有卡拉OK唱道 然后我们也有打水球练习 今天这个叫浮水印的书签 人家都变得比较自动 我们不会那么被动 让人家很喜欢这些活动 为了带领高龄长者 体验科技教育的乐趣 光复乐林中心从七月份开始 结合光复制造教育 与科技中心的资源 开办一系列生活科技研习课程 藉由手工技能激发长者们艺术表达与创造力 每位长者学习性质高昂 高度成就感 用一个生活科技 然后让他们自己动手做 然后体验现在的一些 像镭射切割 3D列印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主要是浮水印出钱 那浮水印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视觉艺术的一个技法 那要结合雷射切割的一个书签的模板 让他们让这些长者享受 就是自由创造的一个乐趣 然后再利用这些模板 完成一个一个书签的作品 谁说年长者是现代科技绝缘体 透过光复制造教育 与科技中心课程的设计规划 与教学推广 让光复乐林长者们 也能轻松愉快地与科技接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我一直在连伟给 guessed 两个唐兰光复兰的 两 forgot 前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